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然后白旗挡住的时候呢 飞旗接住 实际上这个时候呢 飞旗已经打算梯子收拾了 然后白旗管一个 飞旗下一手呢 是收束的好旗 就是在一路上点一个是好旗 你点了一个之后呀 等会我们就可以看出它的效果来 然后白旗挡住是本手 飞旗收起 飞旗白旗也收起 飞旗再挡住 飞旗吃住 白旗吃住 这样的话呢 这个以后呢 大概是飞旗 大概可以看成是这样 飞旗的外围呢 是完美无缺的 这样飞旗的这个收束 还是很不错的 那么如果这个旗带没有这个点 而是直接尖一个的话呢 这方翻一个 翻一个之后呢 然后飞旗收起的时候 白旗吹住的时候 因为这个时候力呢 已经交换不到了 这两个手啊 那么这个以后这个交换不到了 大概呢 这个旗形的就没有刚才那么好 就是以后即使是这个是先手吧 那么但是呢 以后这个飞旗的空里面还是有这种点的这种味道 因为点了之后呢 这个以后它有这个一路斑的这种棺子 这个斑它可以 就是它有这个度的可能性 或者我们举个例子吧 就是说如果是在这些地方有白子的话 那么这个点就有搜根的这个意思 以后你如果走它还走这 就是它以后它两边可以度过 就是左右逢圆吧 那你如果挡这个 它以后可以从这个方向度过 所以这个点呀 令白 令飞旗多少有有些不安 所以这个没有开始那个定 这个定型好 如果这样的话 那大家就可以感受一下这个 旗形呢 是厚多了 以后即使是白旗这儿有子的话 它也是无论如何 它也是点不到这里来的 以后不管它是压还是什么 都把这个子可以留下来 好 那么下面介绍一下这个白旗 它如果一定要争先手的话呢 这一种下法 在这种点的时候 如果白旗现在急于抢一个大厂 它可以考虑它损失一些实力 但那个现行的 现在的这种损失呢 也是很大的 一般情况下呢 这种变化出现的也不多 这样的话可以骑虽然落个后手 但是呢 它双方的实力上的出入是太大了 一般布局阶段 就是一般的大厂呢 还不如右下有的这个实力大 所以这种变化出现的概率呢 并不是很高 好 那么下面我们再介绍一下这个白旗 一些顽抗 但是并不成立的一些手段 就在这个时候立是本手 这个旗如果是接的话呢 就对脚 脚上呢就照顾不到了 对方呢以后就可以强行的动出这个子 然后呢这个对杀呀就变得这个 对这个飞旗就有利了 以后不管怎么下啊 大概呢 即使是你脱来 抽气的话 这个旗呢 也是飞旗明显的利 白旗要快气 正好它是一个处于一个经济独立 这个经济独立的威力是相当大的 这个大家可以自行验证一下啊 这个变化呢并不是很难 好 那么我们继续 我们继续看啊 如果是 上面看看这个反击 这个是不成立那么只能立 立的话 它以后呢它点这个的时候呢 白旗是不是还有别的反击手法呢 有朋友可能会说这个旗它不老老实实拐吃怎么办呢 比如说呢如果想还想在 吃饺之前想便宜一下 但是这个便宜啊是便宜不到的 主要是因为这个旗啊 黑旗这个旗是先手 而且它不需要马上走 它几乎在任何时候都是先手 那么它现在就可以直接在脚上挡住 来和白旗对杀 那么白旗呢它有一个这样的抢手 但是这个旗呢并不成立 因为这个靠了之后啊 这个几乎是必硬的 所以呢它现在呢它可以选择这种变化 因为你这个冲出去没用啊 现在我们就发现 下边的这个白旗只有三旗了 而中复的这个飞子呢白旗又抓不到 所以这个白旗是一个崩溃的形状 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靠呢很重要啊 如果你不懂这个靠而直接走这个的话 那么白旗就得逞啊 或者呢你这个时候没有走靠 走这个没有这个靠的利用 那么这个旗呢 飞旗就不啊就这个旗 没有这个靠 飞旗这个旗就不好下 所以主要是因为这个靠啊 它是先手啊 不管你你是搬一个也没用 搬一个长的时候 你还是要补这个段子 因为这个段非常严厉是吧 所以这个旗呢 大概呢 你就只能够跟脚上对杀 脚上对杀的要点呢 是这个点 点的时候再点是常用的最佳的收器手机 但是呢 最后走下来呢 这个旗 这个白旗还是不够气 那这个正好呢 是还是要差一气 白旗对杀失败 这个大家可以验证一下 就比如说是下车这种局面的话 这个白旗正好是不入主的 好 那么这一行呢 我们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下面我们再给大家介绍一行 这一行呢 是黑旗非正之后呢 白旗没有去走这个拆一 那么黑旗该如何收束定型 在这里呢 这个是靠 是主要的这个定型手段 靠了之后呢 白旗怎么下呢 也是一个课题 对于这种靠呢 黑旗呢 它是白旗呢 它是这种顶 是一种最俗的手法 这个是不可取的 然后再翻阶 这样的话呢 这个对方啊 接上之后 黑旗它太厚了 它这个厚是很完整 而且非常坚实 就是以后像你这些什么手段都不存在 因为它太坚实了 所以这个呢 白旗是不可取的 白旗单班呢 应该是正招 就是这也是一种长行吧 如果是你退的话 让对方顶一个的话 那么白旗这个旗就比较便宜了 以后或者是拖前或者是爬 都这个白旗的处境呢 都比刚才要强很多 因为黑旗没有那么厚了 不管怎么说 飞旗的这个旗形明显的就存在了以后有冲断的这种手段 而且说不定以后冲断之后呢 就会产生什么这种什么虎断一类的 反正这个旗形呢 就双方的后搏就完全就不一样了 所以呢 这个旗呢 白旗班的时候呢 飞旗断一个是收束的好旗 把这个一般的这个飞旗白旗是打一个 然后飞旗打 白旗再接上 然后飞旗再打 飞旗接上之后呢 飞旗是后手 但是这个旗啊 白旗就比刚才那个 鼠顶的旗就要好多了 为什么呢 因为鼠顶的话 飞旗太厚了 而现在呢 这个旗呢 白旗就以后就有 还是有一些反击的余地 比如说以后他这种点方 当然了 周围要有白旗配合 这种点方呢 是一个要点 而且以后呢 看情况啊 像这种什么 跨呢 要争执有力 像这种跨的严厉性呢 也要大一些 也要大 也要大一些 而刚才那个图明显的 这个 你要像这种 锁顶之后的 这种收拾 你要在外面 想出点旗的话 是太难了 他这个飞旗太坚实了 就这个 所以说 这个白旗是不能接受 大概这个呢 是一种定型变化 这个是一种定型变化 白旗比刚才那个图要好 因为飞旗没有那么厚 好 那么下面我们再看看 飞旗是不是还有别的下法呢 飞旗呢 他走这个呢 是 也是一型 但这个型呢 也要考虑到一些后果 就是 这个型要考虑到什么后果呢 就是在 白旗结材有力的情况下 他可以不接 而选择这种打 或者这种打上来 如果是黑旗结残不利的话 那么这个反而有惹火烧身之嫌 因为你最后接打不过 你这个到底是接还是不接 不接让对方提掉太大 接上又是本身又是个鱼形 还有 这个 但这一点要注意 我们就现在呢 就姑且就认为 一般情况下 初期无节 那么就看出一般大部分情况下 他是把这个切上的 切上之后呢 然后白旗 黑旗退一个 然后白旗把这个给断掉 这个呢 是一种定型 这个以后呢 黑旗就可以考虑拖先了 因为他就相当于 是先手压缩了一下 白旗脚上 再中复形成了一道虚式 因为他这个也可以算是势力 但是他不算很厚 但是以后说不定在攻击 攻防的时候 这个以后可能用得上 那么我们看看啊 在这儿呢 他也可以布长 这个旗呢 他单长是一种比较含蓄的手法 如果是直接走啊 也是一种定型手法 但是呢 这个定型呀 刚才我们摆的变化图有点像 但这个定型就是 飞旗过早的走流点可惜 因为他捷材损的比较大 而且以后长这个呢 就不是先手了 一般长这个也非常大的 所以在这种局面下呢 飞旗确实是两者 也难以兼得 就是说他 这个长也很大啊 对外围的影响也非常大 能够先手长着 也是非常大的 你如果想在脚上 想在这些地方获取一些利益的话 那么这个先手长就长不着了 所以这个也是 就是两者不能兼得吧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 就是 就是他到底是怎么定型呢 就飞旗要看具体情况了 一般长外面的还是比较多 因为外面相对而言更大一些 而在脚上这样 定型的话 脚上这种定型的话呢 以后他要收束 只能够收束下面 所以 这个一般还是长的比较多一些 但是呢 脚上长的这个变化呢 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另外介绍一下 就是说这个长之后呢 黑旗补这个呢 是本手 而这个旗如果脱先的话 就会出大问题 如果这个旗你脱先的话 让对方再长进来的话 那么这个旗让对方一拐 那么以后这个脚上 这个虾呀 对这个白旗就不利了 以后不管白旗走一下 这个脚上都会出奇 大概呢 这个 是50本手 然后告一段多 对这就可以脱天了 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种场合下方 就是 当他吃这个的时候呢 如果是黑旗一定想争先 或者右边也很大的话呢 他可以考虑走这种 但是就说走这种的话呢 毕竟脚上的损失太大 所以这个也要酌情考虑 我们还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白旗脚上的实力损失太大 所以这种下方呢 在实战中呢 还是看的不太多 但是也也是一种场合下方 好下面介绍了这一行之后呢 我们再给大家介绍 一个 鹏螺定型的变化 现在呢 白旗是左下的大飞角 而且呢 外面还 下面还有个拆二 在攻击的这个飞旗 黑旗现在这个被攻的子该如何 鹏螺定型呢 现在呢 这个在左下呢 这个白旗是子力上 出于绝对优势 是四比一 所以呢 黑旗要尽量的能够 就是清零鹏螺 如果这一旗呢 你只会这种单关跳的话呢 那么就会遭到对方严厉的攻击 对方先接一个 把你给刺中 你接上不仅没有眼位 而且很重置 然后对方呢 再一跳起 这个白旗就变成 黑旗就变成一串单关出逃 而以后呢 也很难在 因为你自己这方大旗没有安定 就很难在左下角去出旗 这个呢 黑旗很不好 黑旗呢 在这种局面下呢 点一个是好旗 点一个之后呢 这个当然要拉回来 这个不能被冲下去 然后呢 白旗再顺便 再占点便宜 拖一个 拖一个呢 这个白旗 一般是不太好搬的 因为搬了之后 就会遭遇到对方的两个打 这样呢 这个黑旗就很容易就成型了 这个 这个就比刚才那个 老强多了 所以这个呢 他一般老老实实退 老老实实退